这个奇葩兽医不仅能和动物交流 而且专制各种疑难杂症 他今天要救治的是一只胸口中枪的小松鼠 托尼先是听了一下他的心跳 然后直接就是一顿熟练的人工呼吸 趁着还有生命体征赶紧送到了手术台上 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黑狗负责全程输送氧气 黑猩猩是负责帮他擦汗的助手 大白鸭负责传递手术工具 还好手术很成功 子弹被顺利地取了出来 松鼠哥立马满血复活 托尼正在享受按摩打算好好休息一下 可这时一个小女孩突然闯了进来 原来是宫殿里的女王得了重病需要她去医治 但托尼只给动物治病 给人治病还从来没试过 随后他让医疗团队带好装备 托尼骑上专属做起鸵鸟哥 直接带着动物们就来到了宫殿 当托尼到达女王的寝宫时 一眼就看到了昏迷不醒的女王 他急忙让黑狗上前仔细地闻了一闻 黑狗回头告诉托尼 此事并不简单 女王可能是被人下了剧毒 那味道闻起来恶臭无比 事情显得有些棘手 托尼戴好眼罩一头扎进了鱼缸里 他先问了一下目击证人章鱼哥 女王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 章鱼哥说只看到女王喝了一杯茶后就昏迷不醒了 托尼结合各种线索开始仔细地分析 没想到还真让他查出了女王生病的原因 原来女王种了酒叶草的剧毒 而想得到剧毒的解药 就必须前往恐怖的食人岛 托尼很清楚 在这宫殿里有人在谋害女王 他借着看话的时候 悄悄地把竹节虫留下来监视这里的一切 随后他立马带着动物们前往食人岛寻找解药 这也注定是一场万分凶险的旅程 就在这时一艘战舰向他们急驰而来 托尼知道这一定是幕后的凶手过来杀人灭口 只见两只猴子用力地一吹 他们的船下便发出了求救超声波 不远处的鲸鱼听到声音立马就赶了过来 大白鸭一抬脚发射出了鲸鱼的专属头套 随后北极熊一个跳跃潜入了水中 他叼住一头的绳子把鲸鱼的头套固定住 就这样大鲸鱼成功地带好了装备 随后一个加速冲锋 五千吨重的货船像快艇一样向远方行驶 小胡子健壮当场蒙圈 他急忙命令战舰开火 可众人早已经跑远根本打不着 但是想要到达恐怖的食人岛 他们必须要找到一本航海笔记 因为上面记载着进入食人岛的详细路线 而这本笔记却在一个猛兽王国的暴君手里 在暴君的身边每天都会有一群母狮子当保镖 更可怕的是他还有一位金牌杀手 但是为了拯救昏迷中的女王 托尼只好乔装打扮偷偷地潜入了城堡 并且委托一只蜻蜓跟蚂蚁谈判 在一番长达两个小时的讨价还价之后 最终敲定了以两块方唐为代价 雇佣蚂蚁大军来帮他们打开门锁 在蚂蚁的帮助下大铁门被成功打开 由于通道十分的狭窄 托尼负责在外面把风 小男孩负责钻进去偷笔记 他偷偷地打开房门 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脖子发凉 还好暴君和他的狮子们正在午睡 小男孩从上方的吊桥往前走 然后利用沙发吊坠成功地到达了密室的入口 墙壁上画的老虎吸引了小男孩 他凑过去看了一下老虎的眼睛 脚下立马就出现了一个秘宝 这里存放着无数的金银珠宝 神秘的航海笔记也果然在这里 小男孩意外地发现了笔记上竟然有托尼的名字 这时一声失吼 暴君突然出现在男孩的身后 而另一边的托尼也被暴君的手下抓住 他被直接关进了斗兽监狱 原来那本航海笔记的主人就是暴君的女儿 当年他的女儿和托尼出去航海冒险不幸遇难 暴君把女儿的死权都怪在了托尼身上 对他的恨深入骨髓 随后暴君对托尼进行了最残酷的惩罚 随着石门被打开 一只杀过892人的猛虎被放了进来